HELLO 又到最縣堂的時間,Amanda 今天很精彩,你看背景有藝術家 今天很高興邀請來,我有朋友,女士,男士也有喜歡 喜歡拍照的朋友就會很高興 因為Jonathan今天的嘉賓是專業人像和婚宴的攝影師 而且Jonathan是很厲害的,他在國際上拿了幾個獎項 很厲害,不太簡單,今天很高興邀請他上來 當然當然要談談他的創業,以及開拍攝影師的行業 或者很多新聞都說 這個行業說得多,但在行業上來說就不太多 而且很多人看到的新聞都說,攝影師好像不用錢 好像很簡單,人體經常有這些新聞 自從有了普通的相機,每個人都是攝影師 當然要找一些專業人士來談談 專業而在這個行業裡做得成功 生意會是怎樣 Jonathan和我們觀眾,大家招呼 Hello,大家好,我是Jonathan 我是香港的其中一位十大的婚禮和人像攝影師 今天也很高興今天Amanda和蕭公子可以邀請我上來 可以做一個訪問和大家分享多一點關於我們攝影中的 我想他們可能會用一個方法叫做新宣示 但我又覺得不是 其實是很發展一種個人的發展 我也希望會用另一個角度去看 分享一下 當然,你拍攝婚禮的部分 上面一直都經營很多 而這個是比較明確的市場 例如產品或其他人像也好 他未必會有這麼多機會看到 但婚宴通常都會散給別人看 總有一些向左近 我想問,香港婚宴時場的結婚相片 是否真的近十多年才算是熱一點呢 因為以前看回媽媽的年代是 硬笑而已 即是在studio裡幾張 是那些 而我所知是這樣的情況發展 或者是世界上婚禮的相片 是否這樣發展 其實我想很久之前 我自己都未出生 其實婚禮攝影的市場 一直都變成 其實從來都沒有停過 可能從以前的舊式影樓 即是拍攝一些好studio的設定 我不知道你有否見過 六七十年代 有些影樓是很古老的 然後幾個人 或者可能一堆人 站在鏡頭面前 一聲 那張照片就永恆了 很漂亮的 然後演變成 就開始有流動性的菲林 因為帶著可以到處去 菲林那段時間 其實也會多一點 可能幾卷菲 很多菲林都帶在三代那裏 即是補充心 是的 但其實那段時間 都會偏向一些公司的方式 去攝影 例如可能大家都會聽過 有些品牌可否出街 都可以 基本上有什麼問題 你沒有網堂 放心 無奈莉莎、法國芬莎 其實是一些公司式的經營 其實以前很主力 都是做過一座 然後慢慢就開始 特別是數碼 我們叫做 當數碼上 引入了這個市場 其實都在說 十年前開始會燃起 那時候 將整個分禮攝影的創作性 和進行技術性 大大提升了 因為以前菲林 其實黑房是在工作的 不過就永遠都不足夠 現在的數碼上 那麼容易令到一張照片 嘩 所以一引入了數碼上 其實整個市場 是一個很大很大很大 而且吸引很多 因為Jonathan剛才說的 新興地留房工那類 《無奈莉莎》那類 你會想起 有段時間幫助這個婚禮攝影 有很多的分禮公司 其實不關我的事 我只是說話 但有時有些 即是做MC 我很多時候都會去到他們的地方拍攝 即是他們的影樓 很明顯看到一格格的影相區 然後看到一些新人 好像是工廠 每處都進去 然後是不是很專業 動作是一樣的 有一段時間是不錯的 但當市場飽和你揭穿本本 都是一樣的 你便會覺得 有沒有搞錯 很恐慌 對 就會出去了外面 拍攝不同的地方 或者相對的情境 但近年那些很誇張 例如剛才看Jonathan很漂亮的照片 可能會說 香港是很熟悉的地方 但碟群又很漂亮 還有我不知道 純粹是我看到一個變化 其實沒有問過 最好問Jonathan 其實這間高層的攝影師和婚宴的照片 是否有一個新人 頭又很大 越來越細 就變得整個 是拿著景動的感覺 會變得更多 因為以前是很大的頭 是主角 但現在是 正點是新人 可以是很 例如這張照片 你看到巴黎鐵塔 再加到新人 似乎畫 我可以這樣說 我可以留意這個情況 是你們其中一個變化嗎 其實都可以這樣說 因為其實這個變化 都是一段時間之前開始 因為以前的婚照 都是拍得清晰 一個人甜蜜 大家看著鏡頭笑 超大 對 拍得隔離一點 整件事 總之你個人就OK 但現在 其實越來越把藝術性成分 放進照片 我們就要想很多方法 令到它增值 當然隔離的照片 我們都會有 偏要大一點 我們會有 但同時 可能我們最能夠 嘩 最能夠吸引的人 可能是景大一點 人小一點 其實有幾件事 我們很想去支援 例如線條 這是影片來的 小公子 你不要按照片 你的墊長在中間 可以放大 不是墊長在中間 對 剛才我還沒拿走 你會看到 以前可能只要在人身上 後面有些花花草草 或設計設定 但現在我們都會用很多 很多環境 沒錯 很多扣圖 很多立體感 很多顏色的操控 令到照片增值 從而令到人覺得 嘩 他就會很願意去 但也是 Jonathan 剛才所說的 科技的影響 因為現在的照片 越來越輕便 流動性可以很大 很多人以前都去不到 拍照 到家庭去的地方 對 灑水 沙漠 雪地 現在的限制好像不見了 沒錯 因為以前那些燈很有趣 如果你出去外面 你很想用燈 其實它是要一支很大的影樓燈 然後拖著一個很大的電容 電池 然後去到某一個地方 嘩 那個過程 我剛才看到你那些山頂 那些應該倒進去 你會走上去 即時已經想到 所以可能要很多人去抬著這些工具 才可以拍到一張現在的照片 但其實我們不是 現在的科技 去到小時候 一支小燈 其實已經足以令到我們可以整個過程 全部的照片 創意的爆炸性發展 會 會 會 我都喜歡看漂亮的照片 正常 因為在現在的婚禮的照片當中 藝術性會高了很多 感覺會變得多了 即使新人不是很望鏡頭 但整個構圖是一個角落 但它的綠色部分 令你的感覺 可能會出了另一件事 因為和以前的部分不同 以前就是頭 拍了頭 拍了就行了 就不需要 即使一個人會按鈕 或者可能會打燈就可以了 但這間攝影師要求 可能就是他每個人的修養 給他的美感 救渡所有東西 你不是真的可以一二三四五六七 即是和以前的影流差很遠 會不會就是出色的一些 拍攝的攝影師 其實很多時候的根底都有一些 藝術的背景 或者美感上 是不是要求更高 我想如果你真的想在一個行業裡 去成功 雖然每一個人都會要求 這件事都是很獨特 很原創 所以你可能沒有什麼 可以提到 原來之前這件事是很成功的 我就跟他那件事 放回我這個情緒 就已經可以很成功 其實就未必會有這些 因為他們太要求獨特性 其實我們要不停不停不停創造一些新的東西 但是就算在這麼多 對獨特上的要求都好 其實美呢 某程度上是有一個共識 在裡面 例如你經常都會說的一些黃金比例 或者可能一個螺旋型的比例 或者可能有一些法律 可以幫助大家去做一些構圖上的理解 其實就是換句話說 大家都會對美 其實有一些很普通的認知 是會認同的 所以呢 如果一個攝影師 如果你想想比較成功的話 首先我們可能就要 了解多一些這方面的理論 然後從而去 在我們實踐的時候 就會更加容易得到別人的認同 但是在這個理論之上 我們就會再嘗試創造一些新的作品 這個其實是 現時由Digital開始 因為我們在說創意 可以放在多一些照片上 那些照片上就會增值 我想說什麼呢 說到有少許多了 有很多資訊 不要緊 我們就是在學習 就是要打到什麼去弊 入場做這個 很重要 其實在要求的獨特性上 其實獨特這方面 可以將照片的價值去提升 所以我們學了理論之後 然後在上面找一個缺口 去展示出來的時候 就會看到現在很多五花八門的不同的構圖 其實呢 可能都是回到本身的理論 然後再加少一些照片 令到照片更加獨特 還有在後製 在顏色管理方面 都可以令到照片增值 令到照片在行業更加突出 然後更加容易吸引顧客 過來找你去拍照 因為Jonathan就是突出這件事 突出是正是說 作為一盤生意 作為一個所謂創意產 其實會不會有個人風格 令到客戶特別認得 或者反映到你 因為構圖的東西 你知道沒有版權 大家都可以拍類似的東西 但拍得好與不好 總有一個個人風格 會否得出你的品牌效應 有沒有這種效果呢 其實如果真正正正在 我們現在說的 其實最少在行業裡 都有二千個攝影師 有 最少 要入行沒有限制 你有相機就說自己是 說真的 但如果在這麼大的競爭上 如果你真的要跑出 其實我覺得 第一個很重要的成功元素 就是別人看到那張照片 他就會認得在你 去到這麼獨特 你才會在市場上 真的叫做 走出來 別人會接受你和認受你 我覺得這件事很重要 大家一定要認同 而且如果你說 我的照片和你的照片差不多 其實我沒有買點 我沒有意外可以告訴你 你一定要找我 競爭力小了 變相就會在市場上慢慢被淹沒 你也記得我們的主題是 青年創意創意 很重要 第一個好處就是 Jonathan沒有說錯 這個行業要入行 是沒有任何限制的 很重要 你適應上電子設備的話 是一個入行的基本工具 一定可以的 不過要成功呢 Jonathan就是專家教老 我可以講清楚 如何在一個這麼強的競爭環境裏面 有個人的品牌品味 風格 認得到你 還一定要回來找你拍攝那類的照片 這個就難度高了 那過程是如何的呢 如何有一個傻瓜機出手的 帥哥去到一個大師級 好像你那樣 那過程是怎樣 可以分享一下心得呢 過程嗎 我一年一年這樣說 基本上我入行 我應該這樣說 創立這個Jonathan的 Final Photography 創立了六年多些 六年多些 在創立之前 其實我真的 正在一個行業裏面 我是不是真的在一個行業裏面 其實我不是 我也在做另外一些工作 所以我入行之後 其實頭過三年 我自己覺得都是用來累積經驗 然後去找出自己的 即是算是兼職的 其實不是兼職的 我一入就是兼職的 只不過你就算兼職 你都不可以叫自己 一個很完整的攝影師 因為始終你之前的經驗 都是很少 入到來的時候 其實要慢慢累積經驗 找你自己的創作方向 你要建立你自己的行業模式 以及要慢慢慢慢 在不同的方法下 去建立你自己 我們叫做 competitive advantage 即是競爭力 三年之後 你累積了一個經驗 以及技巧 其實你就可以把這件事 發揮光大 我就用頭三年去做這件事 接著那三年 我就不停地去告訴別人 我是一個這樣的攝影師 即是用三年去摸上風格 一定要 其實我也是這樣說 其實每一個人 就算你更厲害 其實你進來 因為我們攝影 不只是說你的照片有多美 如果你只是用很多時間 去撿一張照片 那張照片可以 哇 即是靈霞師也好 無論如何都好 對 很厲害 但其實我們現在做的事 不是只創作一張照片 而是我們要帶一個記憶 給我們的新人 而且每一次我們拍攝 都不會只加一張照片 給客人 所以我們要了解 除了其他照片 我們要更加熟悉分禮的流程 跟分禮上不同的單位配合 跟媒體去打交道 然後還有怎樣去做自己的社會 Facebook 更加加少許 credit 給自己 即是 credibility 可能要參加國際性的比賽 慢慢慢慢把這件事 累積和定型 變成自己的事 整個業務模式 其實不是單單單 你要了解到 這個攝影環節 整個所謂的價值鏈 在價值鏈裡面 有什麼位置很重要 所以譬如說分禮 整個分禮流程 諸如此類 其他人像攝影 你要明白他們做什麼 很重要 即是了解你的顧客 甚至可能有部分 你告訴顧客 你沒有想過 不過其實要這樣 才可以做這件事 其實有很多事情要想 都要做 這是很踏實的一件事 因為張若婷也沒有說錯 有很多小朋友 年輕人出來 一康熱城 就沒有想到這麼仔細 沒有的 作為一盤生意 你不能只講興趣 沒錯 背後 deliverable 他不是只是有興趣 而是他們的生意模特兒 沒想到這麼完整 沒這麼完整 因為剛才Jonathan 整件事是很清楚的 而且他能夠忍受到 有三年 真的打好跟機 但是很多快的 我想Jonathan 遇不少 可能用相機就做 可能當中 總之交了就可以了 其實沒什麼靈魂 但一直聽Jonathan 他有創意 他有自己 知道自己的風格在哪裡 或者可能他 最初他會尋找 不是說 我一年的生涯多少 有些是以生涯走 但這些是藝術的東西 講創意 講靈感 你沒有這樣 剛才我講的 就是你裏面的修養 你沒有這樣 其實你到最後 你那個品牌 形象等等 風格 出不來 有些沒有那麼抽象的東西 或者Jonathan可以正確一點 對 有一個案件 就是那個攝影師 不單止要交一些照片出來 他還要了解整個婚姻鋪排 什麼一回事 例如 那些人在橋頂裡 原來是分開幾個地方放的 一次是在香港放 一次是在倫敦放 一次是在紐約放 他們在那個地方拍拖 家人分開幾個地方 即是他不能定在一個地方放 故事人可以想到那些照片 我們核心的部分 可能會有三個不同的地方 三種不同的在賓客裏面 被欣賞的 此其一 第二 他那兩個人又是好鬼死死罰鬼 他們自己很有要求 那個風格應該是什麼 他到時去出席婚宴的時候 他會穿什麼衣服 你的那輯照片 在什麼環境之下出現 是要跟他整個設計風格吻合 這些是好的 問題是 如果你懂得用這個角度去想的話 就不會有所謂的藝術家脾氣 一定不會 問題是在這樣的情況下 他本身的顧客 已經有一定的要求 一定的限制 作為一個專業攝影師 你是如何摸回那個感覺 你喜歡還是很害怕這類型的客戶 其實我會喜歡一些客戶 直接告訴我你想要什麼 我們會更容易去配合 因為永遠都是我們 其實都真的幫你去留下一些 屬於你的東西 所以其實你想怎樣 你的想要是什麼 你如果告訴我們 當然我們會很容易 去給到你想要的東西 很簡單 至於你說 我們會比較上 盡量會小心一點去處理的 可能會是我們一路的創作的時候 可能我們一開始的時候 已經決定了由ABC、DFG這樣做 但可能拍到ABC的時候 突然間就說 不如去那裡又要做些什麼 很正常的 我們要去那裡做些什麼 有很多臨時的改變 會會會會 我們就變成了兩件事 第一 我們本身計劃了一些 又未必可以立刻 可以因應你的要求去行動 其實每一個攝影師拍照的時候 其實它是有一個流動的 你斬斷了流動 我們 接著我們又再回到頭 其實拍照 無論是風格和出來的作品 都會受到打擊 打了折扣 所以如果你說 你本身是一個有要求 或者有進入的人 其實我都會建議你 真的跟攝影師溝通 溝通完之後 當日發生的事情 只要它真的跟你的攝影師 就不需要太過打斷攝影師 溝通很重要 溝通很重要 那你怎樣管理你的客戶 通過你的溝通技巧 令到整件事會順利 那些人真的做生意 反過來怎樣影響它 這也是一個挺有趣的問題 因為教授以前 我有另外一個 我的拍照 我也教授拍照 有些學生都會跟我說 喂 有些客人 他真的很不開心 很不喜歡我們的作品 又說可能拍照後 他又不適合他 然後他又想了很久 怎樣可以處理這些客人 特別是說 那些客人一邊拍照 一邊給很多進入 就像我們所說的 我覺得 我自己本身覺得 我建立了一個品牌這麼久之後 其實有一個很重要的 就是你有沒有給客人 即是你自己 作為一個攝影師 你的業務 你的品牌照 有沒有給客人足夠的信心 如果有客人很想找你 對你很有信心的話 其實基本上他們不會太多影響 他寧願讓你有空間去發揮 他等著嘩就行了 但除非他真的很不相信你 本身一直拍照的時候 可能在過程裡面 因為我們有很多時候 在說客戶服務 我們會有很多跟客戶有接觸位 可能在幾百個接觸位 的某一兩個位 我們做得不好 如果客戶對你打了接觸 他可能會有當日 會會會 因為我為什麼會這樣說 我都嫁了 說完了 即是結婚 很久了 因為我特別想說 婚宴的攝影 和一般攝影 那對主人家的狀態 是極度不正常的 因為和一般活動 你的狀態 你都可以合理的 但你結婚那天 尤其是女士 有很多的要求 或者那段時間 沒有說是那天 他會有很多壓力 而他的決定 是有時不合理的 變成可能他應付 攝影師應付 有些是很無理 但你明白 可能是來自於各方的壓力 因為太多這樣的故事 變成要求 或者他們要服務的部分 可能比一般商業的部分更困難 還有很多是不止一個 你要招呼 原來只有兩個人 突然間多了很多人 又是二天 因為我們始終是一個婚禮 幾百人都在 就算不是幾百人 我們都要面對著 新郎新娘 新郎的父母 新娘的父母 兄弟姐妹 還有雙方家的生姑六婆 我們要遇到很多的 可能蕭公子的朋友沒有那麼複雜 那些是比較乖 還有沒有那麼多要求 可能工作上太多 沒有被發揮 我不知道 始終婚禮有個客戶的程度 例如找得你 可能比較高級 像你所說 找得你 信得過你 通常都有這麼多的 要求可能只是其中一部分 但有些可能他們算是 例如市場中低級 那些是完全覺得你的預算 可能會有很多爭執等等的事情 衍生的時候 我想知道 因為找得到你們的客戶 可能他們的教育水平 他們的所有事情 都比一般容易商量 但是普遍 你可能見到行家 或者在行頭裡面 其實一般人 對婚宴的部分 對婚宴攝影師 尊重多不多 其實應該這麼說 尊重是有的 但都是那句 你有沒有給足夠的信心 你的品牌是什麼定位 他究竟找你是什麼原因 其實這些都是構成了他 對你有多尊重的 所以 所以我們要小心去 去建立 以及去保護 我們自己的問題 那個brand image 是很重要的 那我的客戶 是會偏向高級一點 但我相信 每一個結婚的人 面對的問題 都是一模一樣 無論是 你在酒樓那裡結婚 你在酒店 你在哪裡都好 其實你面對的 都是一樣的事情 很相似 因為蕭公子 然後問我 有賣力的 你看到他的樣子嗎 所以我就多說一小 因為結婚每月很多 他出席人家婚宴多 對 出席人家婚宴多 出席人家婚宴多 因為你 pre wedding 拍照 你是自由一點 你跟新人溝通 對 但你結婚多日 譬如有很多即時拍照 有太多可能性 那種執生 其實是嚴重地要高的 而且也會見不少 因為對新人 就算你尊重到 可能旁邊的人 又不知你是哪位 就可能會 當他是阿四 那樣 有時候會見過 所以我也會說 這件事 很多次攝影師 起碼要有這樣的心態 或者你要 考古意見 另一件事 預先防止慘劇發生 慘劇 你會不會跟計劃 預先溝通好 即是現場的flow 應該要的 有什麼 見過一個很過癮的情況 是怎樣 故意建立一個遊戲區 去引開那些死小孩 小朋友不會在那裡搞搞震 另外一個人會在拍照 即是機動遊戲 騎馬仔 打遊戲 在婚宴的門口 旁邊有個play area 即是要令現場受控 不只是攝影師 當然 現場的總指揮很重要 即是作為攝影師 其中一個環節 你要拿著鏡頭 周圍拍照 有否跟客戶溝通好 或者現場的指揮溝通好 如何令你更容易發揮 小受影響 即是有沒有做過這些溝通 規牌 就視乎客人有沒有請過 計劃員 去光帳去統籌 但我覺得找到Jonathan 通常都有找計劃員 那類型的預算 其實也不正確 因為有些人心裏都會覺得 即是婚禮 我自己安排得到 即是狀犯人 可能 但你說是不是狀犯人 我結婚的告訴你 你真是最好找計劃員 找計劃員 是令到你的人生開心很多 對 還有你的朋友的友誼關係 是沒有那麼容易破裂 沒錯 真心 真的不是錢的問題 而是當日太多類型 當然我們回到Jonathan的部分 因為在結婚時 對女士來說的插相 那天的記憶很重要 很重要的程度是 不能用理智來講 所以在整個行頭當中 有時見到一些 真正不一般的質素的攝影師 他們當作是一個工作這樣做 其實會引起很多 我用傷害來講 我都不會拿過 當你見到之後 因為是一次的 一次的 例如我有些朋友 真的試過結婚 那些照片是爆光的 即是他拍了 但可能他跟最初 給他看的版本 是差很遠 什麼叫欲哭無慮 這些是很大的影響 所以我想某程度上 為什麼我會提及這些部分的事情 很多時候在市場上 有些人的概念 分應攝影師 他未必去到完全懂得尊重 因為在比例上 有一班那些攝影師 其實影響了一些朋友 去對分應攝影的一些從業員 尊重或看法 其實你現在也有教學 其實都會其中一個工作 當然是搞一盤生意肯定 但你的品牌之外 你的行業也有影響 會不會有時都會想想 怎樣去幫一下 那些一般市民 令到市民 了解 至少在感覺上 分應攝影師 要更好 作為一個客戶 他怎樣才知道 怎樣才能和你配合得好呢 其實教育有分兩部份 一部份是真的 給你的客戶 因為我們在說 我們怎樣成為一個 怎樣的攝影師 其實有很多時候 都是一個市場去做 市場是一個什麼市場 就會有一班什麼的攝影師 當然反過來也會 可能有一班攝影師 也會令到市場上的 對攝影的看法有不同 相負相成 所以我在教育上 當然我都很希望 真的可以有機會 會有機會 能夠提供到 最後的 對攝影師 這就真的好看 跟媒體的合作 會不會有這種情況 但我主要都是偏向 教育一些攝影師 用一個什麼心態去處理 一個婚禮 或者怎樣處理他的相片 我們不只是教 在技術上 怎樣去撿那張照片 怎樣去拍那張照片 其他其實還有很多 應該要留意的 例如 氣度 你走出來的畫面 你怎樣用什麼聲線 和眼線 跟客人溝通 怎樣去贏取他的信任 其實我覺得信任和關係 很重要 一定要建立 標記的意思是什麼 就是如果你事前是零溝通 去到當日才開始跟他拍照 你在跟客人沒有任何關係的情況之下 有什麼小螺絲的問題 都會變成一件大事 反之 如果你跟他建立了一個很好的關係之後 其實就算你的車掉了輪子 他都會覺得 其實我和你 我和你 我明白的 你一定不是故意的 我會不乎這件事 因為很開心 看到特朗普的教育方向很完整 以及很有心 希望做好一件事 因為 Alex 你要明白 我很多時候做結婚的MC 看到太多攝影師的素質 或者可能他的態度 所有事情 你看到已經 我不是當事人 都感覺到不太好 變成了你何況對新人 或者很多其他類型的事情 所以你剛才說 最基本的 可能是攝影師的形象 他們自己的收養 還有 整個行業當中 有什麼叫好的相片 還有真的 潮流 相對地 你很少走到金刀 因為想起結婚 有些都會過去 你不會過去的 但因為有不同的 level的client 那是最基本 大家在香港 大約都會知道 那些比較多 他們有時候 那些攝影師 可能真的以一個 好像買一個product的認識 他未必是真的有心 就像你那樣 整個形象 配搭的形容 這是一個門市 不停拍了 有些人 較有光的拍照 然後就放出去 這個也影響了很多人 叫什麼客戶 你說叫客戶 他們的認知 就是以為那些相片 就是那些東西 或者行業就是這樣 那些人原來 都不懂得互相尊重 是的 而且他們是想著 隨便吧 拍照很簡單 只是按過制 我有一個很厲害 因為之前有朋友結婚 他們可能就是省下 想著家人 有人會拍照 拿了一個很長的炮 原來的相機大 是好一點的 然後可能在他們 一個世界的教堂附近 打算拍照照 鏡頭是漂亮的 但這個構度不代表好 所以他們覺得 可以拍照 那就完結了 但當然是家庭的 沒有所謂 但問題是 其實他們對要求 在這件事上 如果多一些教育 可能他們會更加清晰 有好東西 為何不找一些好東西 整個行業上 會不會多了 多了人找回 專業事業師的行業 整個行業 市場就會多了一些人 其實我會 我自己覺得 其實他們每一次找到 事業師 都期望他是專業 所以他不是不去找專業的事業師 而是他不懂得分別 那些事業師 這是最大的分別 所以我覺得 我自己會有一個 挺有趣的推薦 就是 很簡單 你去的時候 看看那個攝影師 會不會親自見你 當然有些事業 可能會比較難 但起碼他有沒有誠意 跟你溝通 和追蹤 如果有他願意 去為你設想的攝影師 其實起碼那個日 你會 你的期望 會 但如果你去 可能有時候 有些分散店 他搭了D3 不知道在哪裏找回來的 一些攝影團隊 你連見都看不到 然後你當日 其實出事的機會是很大的 會 而且他自己本身 可能只是當作工作 去跟你拍 而不是當你是分禮 所以相對 出事的機會會比較大 因為Jonathan這個創業 是以攝影師行先 剛才我所說的 是你所說的 是在婚宴的公司裏面的團隊 如果你真的想著創業 你要想清楚 你是哪一隻 如果你覺得自己很重要 就可能 可以參考Jonathan這種模式 你要磨好自己的刀 然後整個 市場 市場 等等 你才可以有一個 完整的公司 我們反過來想 除了客人選擇攝影師之外 有些事情可以做 幫助自己 讓別人配合 例如 Zix 即是策略出門 Zix 即是策略出門 不要緊 起碼你會用來的網站 或者Facebook 其他媒體 可以令人看到你的作品 例如你有比賽參與什麼獎 或者現場處理什麼 騎乎的事件 可以讓別人看到 或是兵方馬亂都拍到一幅漂亮的照片 那些 你可以展示自己的技術 去到哪裏 處理什麼情況 你記得我通常都會做這些 是 我MC都會說這些 變成你的客戶也好 或者你的經理人 或者你的中介 大盤 起碼他都可以知道 他要配合一個 什麼水平的攝影師 你不懂得宣傳自己 或是不懂得表達自己 一個很大的問題 作為一個所謂 你真的想做攝影師的人 是說的 實際上你會有做這些 或者給一些意見 一些新入行的年輕人 如何做好自己的品牌 或者形象建設 或者參考 讓別人看到 怎樣去做得更好 我也很希望有這樣的機會 通常我們現在的做法 就是我們用技術 即是怎樣去拍一張漂亮的照片 如何撿一張漂亮的照片 這個可以計算到 這個可以看得到清晰一點 清晰一點 以及吸引到一些新入行的人 進來聽你說話 當他成為了你的學生之後 你就可以在那個工作坊之後 再去慢慢去追蹤 或者有個群組 可能有空間 可能我們就會給一些 態度上 或者是after sale 甚至乎有幾個很有熱誠 對 很有熱誠 很有影響力 因為他覺得他在那群人裏面 是我的意見 重點可能跟他說 多一點關於 怎樣作為一個生意的運動 怎樣去對客人 遇到什麼問題 可以貼心一點去教他們 可以去勝利 對 至少我希望 如果有一份熱誠 我希望用他的熱誠 去影響他身邊的程度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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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少我會希望 用技術去吸引我們 之後 我們都會希望 在生意上 或者心態上 是個人成獎 對 剛才說的客觀條件 當然 你有很多獎 我想說 例如外國 我知道很多這樣的類型 即是婚禮的攝影師的獎項 其實香港 都有部份 但因為 我也說 我是一般市民 但在這個情況 例如 ESD Live 那些 婚禮或婚禮媒 都有些獎項 一般覺得 好像有獎項 但當然 大家最開心的事 都知道 獎項有分 有不同 我真的很想問 John Laffin 行內 香港已經有些 真的有質素 而行內的人都很認同 獎項 而是年輕人 他們可能很努力 他們不知道怎樣做 可能剛才的感覺 不知怎麼辦 我跟某個標準 我要到這個行業的獎項 我就要做某些事 其實會不會香港都有 因為我不懂得分 其實香港本身是比較少 真正正的 在婚禮行業上 很認受的一些競爭 沒有什麼 但現在很多國際性的獎項 就算是一個香港人也好 大陸人也好 其實你都很容易可以參與 其實方法等同於香港也有一個 不過現在講的就是 用一個國際的水平 更加美一點 沒錯 如果你可以達到它的水平 在上面 可以達到獎項 其實對你的肯定 會比起香港一個 某一些組織的獎項 的安排 會更加來得到 眼光要再放遠大 而且婚禮這個攝影 全世界都要 所以才容易有國際性的 有些行業未必有國際性 可能會在地區有需要 但起碼已經外國有 這樣很厲害很多 還有你 有時候 我自己覺得 如果我是一個香港攝影師 我再跟一個香港攝影師 去互相 可能差一點說 比較 因為我們比賽 當然有點比較 但我跟香港攝影師比較 比較完之後 其實我的水平都是在香港 但是我要進步的時候 我第一件事 我要看高過我的人 學我高過的人 以及跟他們一起去比較 那你就實在感受到自己的距離 你就知道 在哪些地方去改進 可以帶來很多外國的資訊 沒錯 所以我很建議 總之你對自己的攝影很有熱誠 很想創造一些很漂亮的作品 去讓別人去欣賞的話 其實你應該要參加多些比賽 嘗試一下也好 是為自己去進步 你不要為了獎 個人成長很重要 亦都留意到傳媒的東西 都很跟同 是不知道的 報道這些得獎 等人上去跳繩也好 你也是全香港第一個 難得有一次上幾個月 看到一個香港的年輕人 無緣無故參加了這個 國際大獎 是 拍攝夜馬 是 這叫做實事 即是神禧拍攝夜馬 很難得贏了國際大獎 但在這麼少的機會下 才有傳媒注意報道一下 其他的獎項 尤其是攝影藝術 香港的主流傳媒 是沒有什麼報道的 即使你贏了獎 其實沒有人會拍手獎 很過癮的事情 我可不可以這樣說 很多攝影師如果很有藝術的感覺 就不會做這些市場 很會做這些市場 就沒有什麼藝術的感覺 會不會是這樣 這個我不懂得回答你 我怕回答完之後得罪很多人 我真的不知道 我也是我一般的市民 真的會有一群人 很專注在如何創作美好的照片 即是藝術家 他們可能會比較少時間去發展 當然如果他們的作品本身都很多人認同 其實他們的生意不會差 這是事實來的 但我覺得除了你真的要建立你的藝術修養 和你的作品的好餘懷之外 其實我覺得 這個商業 應該要花多點力量去做 因為我們說做生意 你不跟自己是一個攝影師 你自己是一個攝影師 你自己是被別人聘請你的 但如果你要做一個商業 其實就算你自己有幾個 你不懂得商業 你會請他回來幫忙 這個是一個整體的 整體性的問題 所以你創業創業 你的業是不是一個人的 你才會更長的 所以有行內說了一句 有一個教育局 那是想想的 你也知道我常常吵這件事 Shirt 都是少 Shirt 都是少 Shirt 通常他們開的那些是很技術的 如何拍好照片 但是你叫那些人 真的教一些有興趣入行的人 如何發展一個事業 和個人成長 經常講生涯規劃 其實是沒有的 是計不到的 沒有的 有留意的 沒有的 溝通方式 他會教一些美學設計的概念 但創意來說 我已經不講得很高 而最缺乏的一件事 是沒有辦法令某些行業 被市場認受 例如如何建立自己品牌 如何與客戶溝通 你是產品攝影 還是形象攝影 還是活動 活動 活動 活動是其中的活動 還有很多活動 官式場合 人們擺位都拍得錯 一樣有 國際大會議 領導人的衣服都坐了 都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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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作為一個 亦推廣的創意行業 其實香港很多年輕人很有才華 看到的 第一很常報道 第二 他們不懂得宣傳自己 第三 作為教育環節 尤其是教育環節 是沒有教過如何 將這些創意的東西 藝術 變成一行生意 所以大家值得注意這個話題 很重要 香港是很有人才 但培育人才是一個大問題 因為蕭公子剛才說 一些情況 為何要開班有些難度 因為我和你都是活動 是很難做測試 即是功夫 你起了照片 我看到你的狗格 或者我看到你的光有什麼 你可以做多測試 還有很多時候 說真的 老師本身 很有料的 自己開 你很少會回到教育 還有我有一點親身的經驗 我有朋友教育 Evania 幫我學院教育 但他的教育 是完全沒有這方面的 但就是教育 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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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麼搞 我一轉就不再做 即是你憑什麼 但問題是他根據遊戲規則 但事實上 我們這個行業的規矩 是很創意的 而且真的蠻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的朋友肥了很多人 只有三成合格 然後學院就瘋了 事實上你處理不了 那誰再繼續報道 上面的課程 但事實上 你剛才說 讀了 比如像拍照 你拍了 跟你拍得好 甚至是去到你這種位置 去到自己的風格 你需要更多的東西熟識 那些是你平衡不到的 所以蕭公子 麻煩多點跟教育 去講一下那個形式 你也記得我怎麼搞你的事 你也記得我怎麼搞你的事 你也記得我明白什麼事 我明白 因為我們牽涉到一些無異 第一件事 Johnny都明白 他們開個班教學生 知道你應該怎樣教 才叫成為人才 或是發揮得到 剛才那些課題 不是馬上還有後續嗎 所以課程的問題 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教育系統裡 除了課程的部分 他如何決定課程怎麼設計 那一部分是沒有人可以 有留意的 政府可以有很多諮詢 不好意思 政府可以有很多諮詢 政府可以有很多諮詢 政府不是教育當局不想做事 而是行家的泰國藝術性格 是不聊天的 所以發覺空降下來 坐下頭去設計課程 跟你們是完全兩人 真的 所以當年我怎樣處理 你多給一些誘因 不是誘因 通常是有危機的契機 去啟發某些事情 例如當年教育十幾二十年前 即是真的面對問題 要解決的時候 有個問題 他不懂的 問題是有人吹雞 來幫他解決 這是很貴 很少人這樣做 我當時殺了位 搞宇常會談話 但大家還記得什麼事 但很少可說 你所謂的職業培訓 或是專業培訓 藝術創意餐培訓 是較少人主動埋位 去給予意見 一來 這是很明顯的 很明顯的 譬如教一個 你真的要很有心 以及你真的要很喜歡這個行業 因為說真的 教得了 你自己行業 你要處理小朋友 而小朋友 又不是熱誠得那麼膠關 有很多東西去處理 而且很多時候 需要浸浸 不是一年兩年的課程 而你讀完 又不是有張很漂亮的沙紙 又不知是什麼大公司 這可能是一般的 新入行業年輕人 很多時候很難抉擇 以及父母也未必太了解 說真的 你現在電競是不停 脆脆脆的 有很多錢的人 才覺得可以接受 以前設定出來的 可能媽媽會說 又在打遊戲 打遊戲 怎麼可以成為事業家 拍照拍什麼 很多成績一樣 我一個主持人 講話是否需要學習 那你自己試試 經常會這樣說 這是很大的落差 問題是沒有一個 所謂概念 沒有一個形象 他不知道 這行業是甚麼家科 他不明白 作為一個事業 或個人成長 或社會的地位 有很多人沒有了這個概念 他就是知道考了幾分 進入大學 結果所有的狀元 全部都讀醫科 很簡單 有人說 聖少醫師都很厲害 隨時厲害 他做醫生 真的 從來沒有人 比較細緻的 去了解這件事 為什麼傳媒 我們不是主流傳媒 很明顯 我們會說這個話題 的而且 少人關心這件事 作為一個 創意的人 想變成一個產業 他如何可以把自己的技藝 藝術 和商業元素 可以發揮出來 其實很少人說 你如何是去做這個環境 讓人們發揮 請 Jonathan 上來訪問 其他人的心路歷程 很多東西可以帶出來 你指教的時候 你面對那個教育環境 和主流教育的要求很不同 你怎樣可以令主流 都明白到多元化的事情 這個值得問 我想政府的支持一定很重要 如果他們可以做一些配套 令我們作為一些藝術家 其實我不是以藝術家自居 因為始終都是一個商業 但其實沒有衝突 都是藝術 最好是兩者可以混合 藝術可以是沒有衝突 最好就是這樣 但當然我自己都會覺得 其實每一個人 我們自己攝影師 其實我們第一 對政府沒有什麼期望 我不會期望他在藝術創意上 會有什麼實在的事情 我們真的不會想的 但我們其實在我們面前 亦都提供了很多機會 第一 隨著科技發展 以前你要上一個 外國的 TOP 5 是世界上 TOP 5的攝影師 我們真的不知道有什麼途徑 除非你親身飛過去 到現在又有Youtube 有上一個網站 其實你要學習不難 最要緊要去學習 你要想學習 有些經驗分享 香港政府不懂得做 行內都可以自己做 過日反而來是會吸引注意力 就像NetGio訂了一些照片 之外 法國做得不錯 他怎麼做呢 即使是一百年前他已經做了 印象派那班人是怎樣殺出血路的 其實法國每年都有一個畫展 讓一些畫家去探裁 然後他有一個評審 專家委員會說哪些是勝出作品 跟現在很相似的 然後有展覽、鏡頭 變成一門生意 由學圖變成大師 中間他會有一個公開的考核過程 就算考核完了畫 沒有人買的 沒有人做代理人 藝術家做代理不可能變成一盤生意 他有一個主流 當年面對一個很大的危機 新的畫家出來 那個評審我原本是不受的參選 或是不是畫 一批東西 什麼叫印象畫 我這條線的 你怎樣怎樣不算 那晚藝術家怎麼做呢 我自己開畫展 他自己開畫展 你出去笑也好 罵也好 招招也無所謂 結果他們自己平衡開了一個另類的畫展 吸引到公眾留意到這件事 反過來 不經正常渠道 但跟著博物館的製作者 發覺很棒的 因為他們不是沒有味道的 明白嗎 社會也好 即是客戶 不是沒有需求 也不是沒有品味 但不可能是一個 這麼僵化 單一的渠道裏面 去晉升 所以我經常說 即使我有一個資力架構系統 之餘 你還有很多業界 可以做的 或者社會可以做的 另外一百年後 攝影也有類似的出現過 非主流那些 你可能覺得這些 不應該公眾展出 那些什麼東西呢 其實發覺每年都有一個很過癮 叫做攝影家展覽 社會展覽怎樣 不是政府發起 很多小的影樓 很多零類自己單獨創作的人 每年都聯絡好 自己的那個位置 開放 開放日 做展覽 但那個場刊很過癮 是幾百家同盟 一起出過的 也就是說遊客 像我這些 懂得找藝術地圖 一年前 我已經知道一年後 會有什麼攝影展 什麼時候 在哪一家書類 會有開放日 不是什麼時候 是四五天 整個星期 是開心到你發瘋 就是說你完全沒有留意 那個城市的另一邊 那些藝術家做什麼 在那一天 就忽然之間一起發光 你拿著地圖 像朝聖一樣 A point 滑倒 B point滑倒 一直在玩下去 那個星期 你興奮到發瘋 什麼題材 什麼素質 什麼比賽 什麼成績 之類 是每一個創作的工作室 自己 是把自己最好的東西 放出來的 不過法國 是很聰明的 他們懂得思考 所以香港暫時 行家裡面 還沒想到這個 這麼過癮 我所知 有些類似 好像香港的品牌 某些攝影品牌 他們好像有做一些 類型的展覽 因為我有一些朋友 有借出來 但當然是很零丁 和商業 規模也好 你那個效果也好 甚至你那個 國際的接觸網絡也好 都可能還沒做到 法國人想到的 應該沒有 因為這是商業的行為 他們是夠錢的 你要夠多才行 沒錯 即是地這麼貴 我整個做的地方 受到工廠樓上都沒有所謂 我真的見過很多地牢 有有 工廠區之前 有些很厲害的攝影師 專門找一些很平常的 那些 尋找上環 其實現在開始有了 自己發起的一些展覽 我記得剛剛在上個月 在清水灣的攝影拍攝 我忘記了 總之在清水灣附近 他借了一個拍攝的電視 攝影盤 自發地做了一個 展覽兩天 全部只是攝影師 沒有贊助 即是不是商業行為 其實背後的背景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但他基本上集齊了很多 商業 可能是婚禮 有特色的攝影師 在同一個地方做兩件事 第一是展覽他們的作品 每一個人有一張 在下面的名字 誰是誰 誰是誰 另外他會在整個日期 兩點一個 三點一個 展覽 展覽的人 在不同的展覽 做一些分享 怎樣創作 甚至當場教你怎樣拍一張照 已經開始有了 我一聽到 反應是很好的 當然是很好的 我很喜歡普通人 我也覺得很棒 但婚禮又不好 婚禮又有三次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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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政府是可以做 或是可以拆動政府辦事 其實很老實 作為一個遊客也好 其實這些事情 是很有興趣的 等於香港突然爆出美食節 而是沒有的 現在其實是世界盛事 香港做廣告是很棒的 山科還山科 是不要緊的 因為它能夠衍生出來的溝通平台 是有一個所謂聚焦效應 你明白嗎 我經常說 你作為一個成長 即是事業成長也好 你總難免有些要應酬 對 難免有些要散 難免有些要散 行課的 沒什麼未必的 不過你作為一個品牌 自己 作為一個藝術家 創作人也好 有什麼平台給你去 我叫做借力 就算政府不是主動做 你有沒有給他一個好招 真的沒有人給他好招 政府其實坐在那裡等招 所以大家在影城中 自己主動自發開了一個分享日 是好事來的 但那個影響如何呢 你會發現那個效果 好像滲透力又如何呢 那個覆蓋力又如何呢 是未必做得到你心目中要求的 因為你在說我女兒 也想起一些很懶惰的事情 可能每一天就不是在 Wedding Expo 擺布 可能是不同的攝影師 或者不同的相關行業的人 即是攝影師 接著一些新人去 就真的可能去感受 或者學一點點 那整件事 那個玩法 或者那個感覺 學習的感覺會多些 以及對美的提升 可能會相對好些 有部份類似的事情 但就不只是攝影那樣 換成Wedding Planner 那邊也有 每年有一個婚禮展 你記得是彎仔會展 什麼 七至八次就算了 十一次 還要酒店那些 十一次 比較氾濫 不過也是一個平台 這些說話很清楚 但不單是攝影座的主題 沒有 就是沒有 所以想說場地裏 如果是不同的攝影風格的攝影師 我是新人 我當然有很多的八卦 甚至可以教我如何欣賞 對呀 如何欣賞 因為你有欣賞 你才有要求 你才不會覺得很高興 或者他需要的 可能我有些感覺 我可能整體會否合適到 我的婚禮的感覺 因為不只是說 那個後續工作 不是說衣服 不是說禮物 我連攝影風格的感覺 由這個預約到當日 或者到尾 他不知道原來有這樣的學習 因為說真的 香港也習慣 很多朋友上班下班 習慣了 他們很少時間去欣賞藝術 或者去 原來可以更好 他們沒有什麼抗議 在婚禮宴 當作是一個疏醒的品牌 不是真的去欣賞 我甚至乎有些婚禮的行家 他們是職業師也好 或者服服衣服也好 他們只是說一年只能夠在婚禮宴 才有生意 他們的店鋪是沒有什麼生意的 這是一個很悲悲的事情 變成是一個產品買 好像剛才的美食展 鮑魚是鮑魚 但你沒有欣賞 它沒有渠道 完全沒有渠道 假設我們想 這個地方 原來可以有學習 用我們的婚禮照 可以這麼漂亮 原來可以這樣做 當客戶要求高了 質素高了 整個學業上 至少大家給錢 或者尊重你們 的機會會比較多 大家是良性存環 互相學習的機會 這個政府做機會也會明白 是否自己的行家做機會大力 不一定要政府的壞事 你真的做得好 那些人自己會過來找你 那你都要自己做 就算你借去影棚也好 甚至一些工廠大廈是不要緊的 你不一定很高成本的 因為如果你的主題就是 你的創作內容才是重點的 你只要那個地方不是太差 就算你租到機場 這麼貴 我剛才說的是很爛的工廠區 才有感覺 不一定很爛 但工廠區都可以 無所謂 香港有很多外人 其實香港有很多地方 例如我們這裏對出的 零探天地也是一個 對 當然我們外人當然很高興 行女都有這麼有心 很坦白說 這是另一個挑戰 說真的 我也有聽過一些不同產業的朋友 結婚的 其實他們融在一起做一些困難 競爭 這是生意 我為何要跟你結婚 你找了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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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不找我 其實我想問行頭 會不會這麼容易團結到 其實你剛才所說的 我們要競爭 是有部份人會有這樣的想法 以前會更厲害 反而現在 我們真的有很多 已經比較上有 reputation的人 都開始整合整個行業 例如我們有一個很有名的會議 HWPA 其實是香港法體 但是是全世界會 但他們都會很賣力 每一年都會邀請香港的攝影師 或者在婚禮的界別 一起共存的不同的公司 或者是人 聚集一起吃吃飯 起碼會聯繫多些交流 可能從中就會學到很多東西 上去就像剛才所說的 我剛才不是說有一個教育平台 我的教育平台很有趣 叫做Dark Room Workshop 那裡面是什麼呢 就是有十個拍攝的相片 完全不同的 十個不同的攝影師 有些可能拍得很時尚 有些可能拍得很像我那樣的 另外有一班人可能是 Journalistic 十種不同的風格的攝影師 在一個平台上 想做什麼呢 就是教他們最厲害的東西 給我們的學生 當然 因為我們不同 所以我們都曾經想過 不如我們做一個我們屬於自己的展示 我們十個人去 很期待 對 就是展示我們的作品出來 可能是找一個地方 例如靈探天地或其他地方 可能有一個開放兩天 我們當中會有分享 我們都會分開 為客人 亦有為攝影師 我們都想做這件事 最後我想說的是 其實香港的攝影師 真心 並不是大家想像中 那麼好學 和想進步 這個我覺得是最可憐的 很坦白說 為何在過程中 我會有其他的分享 其實我自己 在接觸這麼多的部分 其實我真的很感受到 有心的不多 所以才有一點懶惰 因為坦白說 我也喜歡看漂亮的東西 但是 最難和你所說 要他自己自發 去再進修學 甚至乎他去 我明白的是一宗生意重要 但問題 你明白嗎 這個劣幣驅逐良幣的問題 當你太多在市場上的時間 這些良幣就會慢慢慢慢 就會令到別人覺得很少 我也明白 其實香港也有一部份的攝影師 是很OK的 而且真的很美 很國際化 很正的 一來的想法就是 貴啦 那些影音就算了 這是其中一部份 二來就是 其實真的是難找的 因為相片市可以騙人的 還要是只有一張半張 對 對啦 剛才我講過 我看不少我自己的姐妹 她們結完婚之後 那一張相片 跟她最初看的版本 是有很大的落差 她的信心是真的差那些 變成了 剛才你講了 行內有一個很重要的情況 就是 如果你真的不去進步 或者你不去維護一件事 那個餅是在一起的 你只要多厲害也好 全面的人都不願意去認識 甚至不認識好東西 你都很難生存 所以真的是想入行的 新的小朋友 真的 這個似乎是很出色 仍然是做得十分好的 小朋友 是一個很好的 一個建議 以及回到個人成長的問題 其實這都是做人的基本 沒錯 不斷學習很重要 所以你說如果不是 其實是一個惡性循環 如果你不做好那個推廣 不做好那個認知的話 入行的會是什麼人呢 就是mismatch的人 他有心有能力 但他不知道原來是可以入行 做這些事情 變成是有些貪方便的入行 變成就是 經常說什麼女性驅逐流 是有一個惡性循環 在這裏 不會的 不是西選不西選的問題 而是反過來 你教學生都可能西選三成 其實那七成多餘 是怎麼來的呢 沒錯 問題是如果做得很好 不要說輪選 宣傳也好 會不會多些有心 符合你標準才會入行 你的命進率又會高 又是良性循環 展示不只是自己 宣傳紙這麼簡單 反過來做一個行業 你吸引什麼人才 在現在的人見到你 平時很難看到 大家的想法是如何 將來會是怎樣的 個人成長過程 會是怎樣的事業 其實他是想知的 所以難得就是Amanda 開題目 讓我們請專家來分享 對呀 我八卦多兩句 很坦白說 任何人現在對照片 是不能夠不接觸的 無論自拍好 只不過是漂亮不漂亮 雖然好像很主觀的事情 但是人家見得多漂亮 會比較好一點 如果真的有很多朋友 他真的覺得 我拍照真的基本OK 他怎樣變成自己的事業 甚至乎自己的生意 他的過程是要慢慢進步 其中一個很簡單 但你怎麼知道 德字體群美 美育課程中 學校其實是沒有內容的 你有沒有留意 其實你可以教部份的 教師 將他的勞作班 變成攝影班 你不知道 攝影班 誰搞呢 就是父母 從小時候 誰想給你拍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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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局是有預算的 教育局是有預算的 至於學校找了什麼人去教 以及教什麼 學校是不知道的 但你會發覺很少行家 真的嗎 不是很開玩笑 你發覺有很多行家 他覺得很細矮 不關事 真的 不去跟學校說 其實可以做事 沒有留意 不好意思 你學校沒有一個月 不是機車一個小時 不是多與少的問題 但你一定不會無常 當然 他真的會聘請一些叫做行內的專員人士去教 他未必懂得當正教授 但我教授 不過作為一個良性 從來經常說這件事 協會也好 行會也好 你不當是虧 就算是一些合格的學員 你選擇他們去學校的審議集 都可以的 即是學校沒有預算 幾萬 可能是一個季節 你不是說沒有居馬費 其實你花費有限 但你不要出一個大師去教 問題是一個學徒 或是一個正在學師去教 是否不行 有師傅留學校的習慣 有在學校教過嗎 有在學校教過嗎 學校嗎 小學 我去過很多不同的學校 例如我甚至去大學的學校 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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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沒有去教過 跟他們溝通過 不過有時候最主要是 我們是真的有一班學生 但他們又不是 心裡 不是 我想聽他們說攝影 我告訴你 發生什麼大學 學生組織的攝影學會 是教人追求女 傻的 沒用家 不是那班 教師 很藝術家 不懂做生意 兩回事 所以我們的梁聖荃 設入點是中學的美術班 那是 但老師的量又要很大 為什麼會提到這個問題 因為我也有內校教 甚至乎是一些 正常的模式 第一件事 你自己的商業 無論如何都好 這很明顯是一個 心態的培育 多於一個商業 另外 你還要設定了你的程式 之後 就算不是自己教 你也要找你的徒弟去教 但他也是一個人力 這個也是 學生獎價 學生獎價 他只教小朋友 拍花、拍照、拍草 其實很好玩 這是其中一部份學生 相對地 如果多了 變成一個 潮流也好 管政也好 對某一些 適合新仔 即攝影師的新仔 可以保持在這個項目 他真的要做這個工作 這個培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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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練溝通也很重要 可能做了年輕人的攝影師 其實很多攝影師 真的入行 我們都會很想 和你們想入行 有興趣入行的人都會說 其實入行當然 拍一張漂亮的照片很重要 因為很多人都是看著你的照片 去決定買不買你的產品 是對的 但不要只把整個焦點 放在怎樣拍另一張照片 一定要當它是一個商業 在商業裡面有的項目 你都應該要注意 和要學習 例如你如何運行你的帳戶 應該保持你的貨幣 即是多少貨幣 然後你如何運行你的客戶服務 如何在合約上花點工夫 諸如此類 其實在商業上 有很多事情 你要專注 特別是市場 所以我會強行推薦 你任何人去開一個新的商業都好 可能你平時是市民司 開一個新的餐廳 即是開一間茶餐廳 你不會默默緣衝過去做茶餐廳 你起碼第一件事 就是要了解茶餐廳 它的本質是怎樣 如何運行一個商業 它的營餘是怎樣 甚至乎你應該要去的 就是自發性地去一些 去學一些貨幣的課程 的課程 或者是一些商業工作 諸如此類的課程 你起碼要對運行一個商業 有一個基本的理解 不要再以為 把照片漂亮 就可以運行一個商業 就是會死得很快 潮流真的不同了 很多時候一個人要大打雜 什麼都要認識 或者你要認識某些人 因為整個行業 我想超過了80% 都是一男朋友 你一個人就要打完 你打完的情況之下 你就要知道怎樣打 還有你更加要知道 你怎樣幫你的品牌定位 這些定位的事情 其實你一定要讀一些市場 如果你只是想 今天又沒有夏天又沒有客戶 其實你不知道 你可能一向都知道 接下來的三個月 就會有ABC三個公開 我會期望每個公開公開 有五至八對客戶 你就可以計劃到自己 不用緊張 生意頭腦 不用緊張 你拉勻全年計 整件事 不只是一個星期 你不用擔心那段時間沒有生意 找Jonathan 除了講照片之外 做生意 教小朋友 創意不容易 真的要講就講了一天 不過我會覺得 我們沒有說過不再請你講 放心 很多事情可以處理 我們每次都要問 其實我們都對 真的用心去做 運行一個行業 不是一男人的行業 是一個行業的攝影師 那個工作模式更加更多 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的攝影師 Adrienne也會寫我 他應該說是壞事 但我只是開門生意 你就是制作中心 真的十分之謝謝你 謝謝你 謝謝你 很開心 香港有這麼有苦的攝影師 可以有很多漂亮的照片 創意不容易 但真的聽到專家意見 謝謝你 今天時間差不多 拜拜